拖了十九专门处理租赁纠纷的住宅租赁法案 预计将在明年提成国会 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说 这项法案将会重点关注租赁合约和租赁双方的责任等等 当局已经着手和利益相关者探讨法案内容 预计今年六月就能够完成研究 不过在法案提成之前遇到租客拖欠租金问题 依然没有特定的法令保护屋主 租赁纠纷今天成为国会下议院的热门课题 来自行动党的甲洞区国会议员林丽莹发问 如果遇到租客拖欠租金不还 该怎么处理 是否有特定的法令来保护房东呢 面对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诚实回答 目前还真的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法令来解决这个问题 房东能做的也只是参照回租赁合约 透过各种司法途径对付租客 但过程往往都十分繁琐融成 当时还没有特定的法令保护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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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租客拖欠租金不还 最头疼的就是屋主了 不能换锁 不能断水断电 也不可以强行驱赶租客 那这就代表屋主真的束手无策了吗 别担心 政府是真的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的 目前正着手草拟住宅租赁法 针对性的解决 租赁纠纷 预计明年就能够提倡国会了 Antara perkara-perkara yang terkandung dalam RUU sewaan kediaman ini yang kita tersedang draft ini adalah berkaitan perjanjian sewaan kediaman tanggungjawab penyewa dan pemilik kediaman serta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bagi isu yang dibangkitkan oleh Ahliya Muhammad agak spesifik cadangan beliau perkara ini telah turut diambil kira semasa pengubalan RUU sewaan kediaman ini 阿赫玛说 如无意外 针对有关法案的研究工作 会在今年6月完成 目前政府还在和利益相关者商讨中 其实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和拿杜斯里伊斯麦沙比里掌权时 当时的防证部就有意提成住宅租赁法 主要条款包括 在租金出现不合理调涨 或被驱赶出去时保护租客 此外也有规定押金为 两个月租金和一个月的物业费 但当中因为有许多条款备受争议 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有下文 八度空间 云伟健 陈维任 国会大厦报道 八度空间 sık 感谢观看